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华社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包培庆 陶奇雍等宁波级的香港企业家回信 对他们给予亲切的勉励 习近平在信中说 多年来你们传承先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积极的创新创业 捐资助学 为家乡建设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星火相传的爱国心 桑子晴 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为中国是现代化建设天砖加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回信的落款时间是7月30号 金华社在报道中说 近代以来 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 重工新商逐渐形成了新济祖国 步履四海的商人群体 涌现出包玉刚 邵玉夫等爱国爱乡 知名人士 贵主和家乡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被称为宁波帮 新华社报道还说 1984年邓小平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对宁波帮人士表示关心 并寄予殷切希望 新华社报道还说 最近包培庆 曹其庸等香港宁波帮后代给习主席写信 汇报他们传承先辈优良传统 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等情况 表达继续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 习近平在信里面没有笼统的肯定港商 他只是讲宁波帮 讲宁波帮好 这就是中共的政治手腕 这里面有历史因素 也有现实的原因 第二 中国经济出问题了 中国经济出问题 新华社开始把邓小平又搬出来了 习近平2021年2022年讲东升西降的时代 邓小平就被中国官方媒体放的箱子底下 现在又拿出来讲 包培姓是包玉刚的长女 包玉刚是香港的船王 曹其庸是香港的毛仿大王 曹光彪的长旨 包玉刚和曹光彪都是香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 香港商界有两大派系 一是上海帮 另外一个是潮州帮 上海帮其实就是宁波帮 因为当年上海的富商大部分都是宁波人 上海本地人很少 这些富商49年大陆变色 逃到香港 因为香港的中流砥柱 包玉刚是船王 董浩云也是个船王 董建华的父亲 董建华是香港第一任特首 安子杰是工业总会的主席 我讲的全部都是宁波帮 这次包配信 曹其庸 和这个习近平的书信往来 很可能是港澳工委调起来的事 主要是目的是为了向外界传达信息 起到一个政治宣传的作用 去年年中习近平回复香港裴桥中学 裴桥中学是左派学校 回答这个回信给裴桥中学的学生来信 习近平当时就在信中要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到了今年年中 调子不一样了吧 形势不同了 那当时去年年中习近平还沉浸在东升西降的幻觉当中 那现在这次习近平的回信 当然因为中国经济不行了 习近平就改变了以往的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 向香港上界发出一些信号 我不行了 你们要来救我了 陈强说在2019年 2019年是反送中运动那一年 在2019年之前 中国的外商投资 60%到70%都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 那越往早越多 比例越高 投资中国呢 有谁呢 有港商 有外商 当然还有台商等等 都是投资中国的主力 那现在习近平推港版国安法 有基本法23条立法 习近平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就把香港近百年的成就给 一笔勾销 摧毁香港 结果就是中国从去年开始 外商投资暴跌超过80% 这就是习近平忽然想起来 要对港商笑起来的原因 因为习近平高调赞赏 宁波邦对家乡对中国的贡献 资质不提 同样有贡献的香港地产商 香港地产商 当然就包括谁 包括李嘉诚 陈强认为中共对香港的地产商污名化 把香港的地产商标签为 极端资本主义 习近平对香港地产是有敌视的态度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 指出 包培庆等人当天就搞座谈会 整个操作基本上是常用的 宣传手法 目的就是要带动其他的企业家 回应习近平的号召 但是他相信 这不会在民间起任何作用 而且他要求大家关注那些希望当局保他支持的东西 结果香港出现了个奇景 8月1号习近平的那篇新闻稿登出来 8月2号一早 香港四大地产商 动起来 新闻级地产的主席郭炳莲 横击地产的主席李嘉杰 新世界的行政总裁郑志刚 这三个人发表声明 响应习近平这封信 不过呢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儿子 叫这个李泽聚 他现在是常识地产集团的主席 没作声 为什么 习近平别人表扬宁波帮跟你地产商有毛关系呀 曹洲帮当然不会回应啦 这就是习近平的手腕 这也是中共的惯常手法 叫拉一派打一派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两面三刀 搅拨离箭 为什么这么干 因为宁波帮跟曹洲帮素来不合 宁波帮跟曹洲帮素来不合 缘起是包玉刚和李嘉诚之间的恩怨 那李家是曹洲帮的头 包家是宁波帮的头 曹洲帮跟宁波帮各自站队 又形成了敬畏分明的两个派系 那中共拉一派打一派 拉的是谁 拉的是宁波帮 曹洲帮自然也不敢怠慢 你一拉他 那曹洲帮自然就贴上去 所以中共这个策略在香港回归前后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一方面跟曹洲帮关系密切 但是他跟宁波帮更亲切 所以董建华才会成为第一任特首 宁波帮主要是干工业 绑之应染 曹洲帮干地产 以前是加工贸易 宁波帮是传统的工业 曹洲帮算是小房地产爆发 所以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 当然是因为香港地产逐渐成为香港的支柱 所以财富也就暴涨 李嘉诚在香港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也成为中共制约的对象 香港离曾经在2021年报道 说习近平在2018年在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一个会议上说 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说的这个香港商界就是香港的地产商 香港地产商讲的是谁 李嘉诚的曹洲帮 中央政府对香港地产商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初期保持沉默是不高兴的 2019年的8月 反送中运动陷入了最激烈的对抗 当时的李嘉诚就在香港各大报纸 登广告把头版全部买下来 其中有一款广告 落款是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 他广告写了八个大字 叫皇台之瓜 何堪再摘 另外一款广告词 最好的因 可称最坏的果 爱中国 爱香港 爱自己 爱自由 爱包容 爱法治 那么这些广告当然有不同的解读 成为当时香港的一个话题 习近平不高兴吗 那么后来就有消息跑出来说 中央政府啊不再容忍 香港地产商就他们垄断 要求他们解决房屋短缺问题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香港市场非常的动荡 把香港的房价问题 把香港的房屋问题 赖到开发商身上 这不是中共在大陆的独家操作 他们早在香港就这么干了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选择全部都是最坏的 香港才会有今天 2017年习近平安排人 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这个肖建华回大陆 这就是开始 这是习近平对香港政策改变的一个开始 习近平开始越界 就是安排人绑架 这是一个国家干的事情 中共不像一个政府 中共像什么 像土匪 后来是铜锣湾书店事件 这个时候习近平对香港起有了杀意 所以之后的他事情都大家都看到 修改逃犯条例 结果香港人不干了 2019年反送中运动就起源 就是这个起源 结果习近平就杀红了盐 最后推出一个 毁灭香港港版国安法 当中国失去了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 中国就没有了什么 活水 中国经济没有活水 就死水一潭 就是今天这个下场 港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母 没有港商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 习近平这个宠货 忘恩负义 坏了中共的大事 他现在又堆着港商要笑 有谁相信他的鬼话